杜拜對於香港人來說 可能只不過是轉機的地方 只有沙漠、游掌、帆船酒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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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我將會用一萬元的預算 和大家玩足五日四夜 上天?有! 下水?有! 吃好西?有! 打卡通通都有 如果你想去一個短途旅行 不妨想想杜拜吧 第一天剛剛到步 當然要帶大家 由高空看看杜拜究竟是甚麼 我這麼長的兒子 都是第一次坐直升機 而今次參加12分鐘的團 一個人大約1450港幣 直升機就會經過中壘島 是全球最大的人工群島 佔定5.72平方公里 即是足足600個足球場那麼大 在建造的過程 完全沒有用過任何鋼筋和碩士 之後我們就飛回去杜拜市中心上面 看到全球最高的建築物 哈利法塔 和大家一定會認識的帆船酒店 我以前經常覺得 坐直升機是一件很無聊很低能 很不值得玩的事 但今次坐完一次十幾分鐘 覺得在高空虎陷是的確不同的 因為以前經常放航拍都看到 覺得都是那些景 但當你親身飛到高空上面 再看整個中壘島 或者看到帆船酒店 是挺震撼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錢 比想像中值得給他還的 之後就帶大家看一下 今年杜拜的新地標景點 未來博物館 它被國家地理雜誌 譽為全球14座最漂亮的博物館之一 不說不知 它設計的理念 部分源自風水 幻葬的外形代表今天擁有的知識 也是天與地 而中空就代表未知的一切 外牆就刻滿了杜拜遊長 穆罕密德的詩歌短文 入對區裡面 你就會見到 館裡面真是一條柱都沒有 它由1024塊獨立的不鏽鋼 和玻璃板組成 大堂做了一隻飾飛的企鵝 和大家互動 歡迎來到我的房間 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一個 2071年的年代 其實整個體驗 好像美國的主題樂園一樣 由講解 由人工智能 到上太空 乘搭升降機上太空 到這些模型展館 都是模仿 2071年的世界會怎樣 上到太空 第一件事就是會看到 他們後面有個系統 是說用月亮有些太陽能板 因為就是可能石油那些 天然的資源用完 那怎樣用月球這個太陽能裝置 去產生能源給地球用 博物館就有五層可以參觀 其他的流程分別以生物工程學 生態系統 健康和心靈為主題 打卡拍照都真是挺漂亮的 這裏真是模擬了地球 有超過2400個生物 或者植物物種的一個 DNA 3D立體褲 它有一部機器很神奇 可以探測QR Code 你就知道那種生物是什麼生物 以及究竟是絕種還是種在 我現在就準備去試一個 叫做Hand Therapy 他就說放一隻手在屁股上面 然後就感受到 有些感覺 感受到 感受到 我也不知道什麼感覺 它是風吹在一隻手 但它會打圈 還有它會是 有一點點 我都不懂得說 它好像有一點 磁力共振 打入你細胞 還是不知什麼的感覺 是很神奇的 這個位置就是中間 唯一一個戶外的地方 被人拍照 但是 其實我現在是9月來杜拜 超熱的 如果大家出這條片 是12月1月的時候來杜拜 就真的 天氣就沒有我這麼熱 近年就越來越多 亞洲的餐廳進駐杜拜 如果你真的不太喜歡吃中冬菜 可以吃拉麵 喝一杯珍珠奶茶 這個是普通的醬油湯 嘩 我覺得好吃 它的醬油味很濃 我喜歡 你要想想 在杜拜這麼熱的地方 你能吃到日本的拉麵 而我是燒過兩個月沒有吃拉麵 它的湯底偏一點甜 還有 海藻都是偏甜的 就是它應該是找些 我不知道找些什麼 好像糖水那樣的東西醃過 所以整個是偏甜 偏甜得來 我是買這個口味 杜拜其實在去年 已經慢慢恢復旅遊業 也搞過世博會 而單單在上半年 杜拜已經接待了超過712萬個旅客 酒店平均的入住率 也達到7成4 而我今次入住的三星酒店 Wolf Downtown 位於杜拜的市中心 對面就是杜拜摩 淡貴借需要600元一晚 也有個私人影院看電影 早餐就有美國的連鎖品牌 TGI Friday 我自己通常住酒店 都是實用性為主 都是簡單單單 試試正正的 設計是方便 適用就搞定 我都不需要太多很浮誇的 這個就是滿足到我的需要 如果你喜歡打卡 一般的山漠Safari 相信都滿足不到你 坐古董Land Rover 看日落才是最有型 而這個團 基本上所有活動 都可以給你打卡 打卡和打卡 古董車駛入杜拜的沙漠保育區 佔地225個平方公里 即是杜拜土地面積的5% 保育區亦有一些阿拉伯靈羊 進來放沙漠 拍攝東西一定不能換鏡頭 因為其實它有很多小沙塵 一直吹進你 整部機器都是沙漠 另外你亦都可以了解Falcon的特性 Falcon recorded 389 Nm 所以它很快 讓這位女士飛行時間 讓我站起來 這位是Falcon Air Lines runway number 1 準備好了 3 2 1 不過跟他們近距離接觸 打卡才是一個重點 晚上亦都有貝都欣人的 全土歌舞表演 亦都有燒烤自助餐 其實你玩完所有沙漠體驗 最後在你家裡 就在這裡倒兩三個小時 吃飯和活動 第一個目的就是 WELCOME 山河 山河在山河吃 半年沒有吃過山河 是新鮮的 現在我們會做的演唱會 在海雞我們使用兩種舞台 Hat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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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5 20 19 鸡肉是塔吉,塔吉是摩洛哥的食物 用雅煲和蘿蔔和薯仔煲 很入味 但我很期待羊肉 因為它是用一個落在地底下烤 其實這個體驗最特別是 我覺得是吃這個落胎肉 你看到是整條牛柳條 但是落胎肉 外面剛剛騎完的落胎肉 不是那些落胎肉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落胎肉 我試試看 它有一股酥味 如果像牛肉來說 它是一種菇利曲的牛肉 有一點點妹妹的感覺 除了吃落胎肉之外 可以喝落胎奶 它是一杯暖的奶 但它針得很小杯 是一種鹹的奶 即是好像下了很多鹽的鮮奶 位於天濟酒店頂層的Sky View 差不多高達220米 裡面有一個兩層的觀景台 可以360度看到杜拜的城市景 也近距離見到哈利法塔 不過重點 就是它有一條46米長 透明的玻璃步道 透明的玻璃步道 哼 爛 爛爛 大家知道我對高度 是有少少敏感的 嘩 糟了 我真是腳震 我試試克服它 嘩 嘩 覺得自己會跌下去 哎呀 哎呀 不怕嗎 不怕嗎 這個Sky View 這張票是八次 你可以滑滑梯 你想滑兩次 就加了25個對 但是就 我記得美國也好像有 類似這樣的大廈 也好像有這樣的玩意 大家很開心 在這裡滑滑梯 上場了 OK OK 上場了 好 好 中國 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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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都快 嘩 嘩 轉過頭 我就飛過對面的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 是全球最高的建築物 樓高828米 有超過160層 也是人類史上 首過超過800米的建築物 還破了七項世界紀錄 而Mission Impossible 的第四集 Tom Kuz 正正就是爬這座塔 人流就明顯比Sky Fuel多很多 上面一貫有很多手信精品 但都 百多元的T恤 以杜拜來說 物價不是很貴 但通常的精品都沒有興趣 杜拜應該都是COVID之後 又要開放最快的一個地方 真的很多人 你見到周圍都好像很正常 124和125其實都沒有太大分別 所以 如果不想太多太陽 其實125已經可以了 124就來 是不是近一點呢 其實都不是 當然走了 走了很熱 搞不定 快來中暑了 之後朋友推薦了我去一間燒肉放題店 剛剛好有些限時優惠 只是300元港幣 就可以任性奧牛 還有專人幫你燒賣 記得說這間老闆都是日本人 所以應該是有質素的保證 很好吃 哇 最近的順獄手啟動 其實小食都非常有驚喜 強烈建議大家可以去吃 這個有個Signature的Fujiya Road 看起來就 賣相是不錯的 吞拿魚 然後就有阿福卡路 真的 睡飯 好吃 我9月份去杜拜 日間氣溫接近40度 所以下午我就決定去燒燒雪 滑雪 室內滑雪場Ski Dubai 長期都維持在-4度 它是中東第一個滑雪場 室內有6000噸雪 透過環保的循環系統 滑雪場每晚都會製造3至40噸的新雪 如果你給幾百港幣 你可以在夏天感受到冬天 都確實是一個賣點 雖然這不是一個很新的運動 但是可以玩也是一個很開心的運動 一說算是好的就是 沒什麼人 我想這裏都是人造雪 所以雪都真的比較硬 如果你撒傷和撒傷都很痛 牆裏有5條賽道 適合不同程度的人玩 最長的一條有400米 要滑落一個60米的斜坡 不懂滑雪的話 也可以去Snow Park 無論帶人小朋友都適合 也比想像中刺激很多 要靠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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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夏日熱辣辣 第四天我們就來一個水上濕身派對 我自己本身沒去過香港的水上樂園 於是就比較不了 不過這個阿特蘭蒂斯水上樂園 是全球最大的水上樂園 22.5公頃的園區 有五大主題區 超過105個滑梯和設施可以玩 我正在玩這個 就是全球最高的水上滑梯 總共449米長 而這個就是全球圓周最闊的水上滑梯 有25米高 會在駕駛中 而這個急流 亦都是全中東最長的急流 有2.3公里長 中間有幾個激流點 不完整全程 踏下踏下都要45分鐘 如果你想看日落 我会建议你去拿什么免费沙滩 最想不到杜拜的沙滩真的是水清沙油 它是类似很多一些正方 又不是组合货柜 但是好像组合货柜feel 其实周围都是餐厅 如果你看完日落想在这里找东西吃 就非常适合 我就选了一个用淡气制作的甜品店 在杜拜真的要煎鸡的东西有多煎鸡 这几块应该是冰淇淋的吗? 面图这几块 正在出烟 是冰淇淋的 但是咬下去好像一粒粒冰粒硬了 是很好过来的 最后一天玩得太累 就可以去杜拜摩逛街吃饭看水族馆 和玩个VR Park 杜拜摩是全球最大的购物商场 有超过1200间商铺 也有戏院、游乐场、喷水池等等的设施 在杜拜摩地下逛逛逛逛逛逛逛 会见到鲨鱼和魔鬼鱼 这个是全球最大的水族箱 里面有3万多种海洋生物 而这条47米长的海底隧道 可以看到全球数量最多的沙虎沙 商场2楼就是水底的乐园 分了热带雨林区 岩岸区、海洋区 老实说如果大家有看我亚马逊那条片 就知道我是亚马逊森林 其实就不是看了很多动物 我在这里就看到一只 哇,这只青蛙很可愛 除了海洋生物之外 还可以看到不同的夜行生物 两棲类和鸟类 而杜拜摩里面这个VR Park 是全球最大的VR Park 一共有两层 有18种混合AR和VR的游乐设施 还有其他电子游戏 让你尽情打机 而所有VR的活动都比想象中刺激 我觉得其实就真的好像是这样的 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变形金刚 是一个Bubble B 有两支枪 不断射射对手 最后一个大佬是这个 但这个好像是Operman 我打回Operman 不知为何 但我打不死他就死了 这是一个很迷你的VR过山车 刚刚上去 其实它是在模拟着 你坐着一架车在杜拜的城市上 但因为真的拍不到 因为你戴着眼镜 你看着 你完全拍不到任何东西 也没有画面给大家看到 但是有少少离心力一下 然后就通常急转弯很快 不是很害怕 但是很有趣 交通方面来杜拜最方便就是租车 因为大部分的停车场都不用钱 如果你不懂租车 可以坐杜拜的地铁 它是阿拉伯半岛第一个无人驾驶 和全自动化的地铁 总括五天的洗费 刚好一万元 如果大家有兴趣来杜拜 就不妨参考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